大家好,欢迎来到三位书屋,我是志恒,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 我们大家都知道,由于子女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事情要去处理,他们更多的时候根本就无暇去照顾老人。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老人就都会选择花钱顾请一个保姆来照顾自己的晚年生活。 虽然说,当保姆去照顾老人这份工作,会非常的辛苦和劳累。 但是由于她的高薪很是吸引人,因此依然会有很多的人去从事这份工作。 只是保姆这份工作到底好不好干呢? 估计,我们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答案。 相信只有真正干过保姆的人,他们的答案才最有说服力。 48岁的孙阿姨就哭诉着说,每月5500元包吃包住,却要满足男雇主很多的要求,我真的太不容易了。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孙阿姨的故事。 讲述人,48岁的孙阿姨。 我叫孙希勤,今年48岁。 今年是我从事保姆工作的第三个年头。 首先保姆这份工作充满了各种的委屈和心酸。 我一分一秒都不想去干这份工作了,但是生活所迫,我就只能咬牙硬挺着。 毕竟保姆的工资高,这是实话。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在我父母的各种威逼利诱之下,我遵从父母的意愿,和一个有钱的男人结了婚,也就是我后来的老公。 或许当初我父母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想让我跟有钱人结婚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让我以后能够过上一个好的生活。 可最后事实证明,他们就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我非但没有成为他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反倒最后还过得是惨不忍睹。 我们俩结婚几年时间过去之后,我老公就仗着自己家境优渥,他天天不着家,而是在外面鬼混。 我和他的父母怎么劝都不听,再后来我也就懒得劝他了,只要我有吃我有喝就行。 可是,我对他的过度放纵,所换来的就是,有一天,我正在家里拖地,他回到家二话不说,就直接向我提出了离婚。 而他的这一举动,就都快把我搞懵了。 后来我还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他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了。 当时我啥话都没说,半个月后,我就果断地和他离了婚。 而离婚后,我怕儿子以后跟着他吃苦受罪,就把儿子的抚养权要了过来。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结过婚,而是一门心思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儿子身上。 一晃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儿子也逐渐地长大成人,或许是体会到了我这个单亲母亲的不义。 我儿子一直以来就比较的乖巧和懂事。 再后来,儿子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 儿子考上大学了,不需要我过多地照顾了。 于是我这次就选择去大城市打工赚钱。 到了大城市之后我才发现,大城市的工资待遇确实要比我在县城里不知道要高出多少。 可是真正适合我干的工作,却并不是那么的好找。 那天我在劳务市场找工作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则招聘保姆的广告。 当时的招聘内容是这样写的。 招聘一个住家保姆照顾老人,要求女性,勤劳踏实肯干,有责任心。 薪资待遇每月五千五百块钱,包吃包住,干得好还有奖金。 我一看这工作,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 于是我就在第一时间打去了招聘电话。 之后我就按照对方给的地址来到了雇主的家里。 雇主是位七十岁的大爷,姓包。 包大爷就对我说,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国外工作,而他的老伴也在前年去世了。 他这才决定雇一个保姆,来照顾他。 说完这些,包大爷还对我说,只要我以后好好地照顾他,并且能好好听他的话,工资他可以给我涨到七千块钱。 听到包大爷这么一说,再加上包大爷看着慈眉善目的,我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包大爷的要求。 而包大爷也决定正式雇请我,给他当保姆来照顾他。 原本我还觉得,身在他乡,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份工作和这么好的雇主,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干。 可是才照顾了包大爷短短两个月,我就逐渐地发现,这份保姆工作不仅不那么好干,而且包大爷也并非就如当初那样看着的好。 我每次出门的时候,包大爷就都要仔细地把我打量一番,甚至于有时候还要让我把口袋翻出来给他看看。 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害怕我偷他屋里的东西。 包大爷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说过,他屋里有很多值钱的东西。 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包大爷就必须要求我做到去超市买的,必须要保留好电脑小票,而且个人店里买的必须要留下店主的电话。 这样他就可以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谎报日常开支费用啥的。 而且,包大爷对平常的吃饭饮食也是特别地挑剔和讲究。 虽然我每次做饭就是特别地用心和尽力,可我做的饭菜,包大爷从来都没有满意过。 他天天说我在糊弄他。 天气炎热,包大爷晚上睡觉开着空调,舒服得不得了。 可我想开个电风扇,包大爷都不允许。 他说,我开电风扇浪费电,结果我一整天都是大汗淋漓的。 身上差点热出了肺子。 包大爷还规定我,一星期只能洗一次澡,而且洗澡的时间绝对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超过这个时间段就要罚款。 他还美名其约地说,就是要我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虽然包大爷平时对我有多么的苛刻和过分的要求,但我在照顾他的问题上面,依然还是做到了尽心尽力和任劳任怨。 只是包大爷却并没有向我兑现给我涨工资的要求。 甚至于有好几次,他还以我照顾他不好为由,想要扣除我的工资。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会碰到这么一个尖酸刻薄和蛮不讲理的雇主。 后来在照顾他半年之后,我实在忍不了了,于是我在找到了新的雇主之后,我立马就向他提出了辞职。 说实话,像他这样的雇主,就是给再多的钱,我都不会再去照顾了。 看完上面的故事,只很想说。 从孙阿姨的讲述当中,我们不难发现,那就是保姆工作,就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轻松、简单和容易等,反倒是处处充满着一种心酸和泪水。 要是遇到了好的雇主,或许保姆还能少受点苦和醉。 可要是遇到了像上面包大爷这样的雇主的话,那么恐怕摆在保姆面前的就只能是一种水深火热。 保姆和雇主之间是一种雇佣的关系不假,可这并不代表说保姆是被雇佣的那个人就低人一等,或者是一丁点话语全都没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保姆也有自己做人的尊严和人格,他们靠自己的劳动挣钱,没有什么丢人的。 反倒是他们所从事的保姆工作,是一项特别高尚和受人尊敬的工作。 也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至此,我们很多雇主老人才不至于沦落到没人照顾和陪伴的凄惨地步。 作为雇主来说的话,我们就更要去善待和关心保姆才对,不要让保姆寒了心。 唯有如此,保姆才会一如既往尽心尽力地去照顾好雇主。 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和志恒相约,每天不见不散,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